今天我可能说出来的话有争议 请你理解 但都是我的真话 韩国在我脑海中 就是一片贫瘠的土地上 收获着微薄的希望 其实韩餐本身是一个非常质朴 就像你妈妈这家烧菜糊弄你一样 弄那肉 搞那儿八菜 搞那儿豆腐烧个烫 中国人想玩韩餐 肯定玩得比他们要成熟多了 中餐馆一边稍微像样子的话 每平米大概要5000块钱 韩餐馆可能2500就搞定了 包括还有些什么油烟的问题 所以现在中餐没有办法 什么韩餐日料到处开 管得太严 油烟排放什么乱七八糟 没办法 你为什么把鞋子脱了干嘛 不敢脱脱 她是女的 她就是个男孩 工地 坐这边 坐这边 从工地跑来的 等我吃了蒜 这个瓜瓜已经开始吃蒜了 你也搞了蒜吃 我不吃 我还没有男朋友 吃蒜才有男朋友 做个有味道的女人 又要恨死我了 跟两个媒体吃饭 俩胖子有什么东西啊 你妈饭严死 韩国料理 除了肉质上的选材不一样 有贵的便宜之外 但从形式上是极其原始的 韩国料理不应该叫料理 叫一种吃法 我们要实施求是 日韩的女性制成了更多 中国古代女性的一些传统特质 很有礼貌啊什么的 我不太同意 你没看过日本电影吗 我们这段是要帮你掐掉 保留一下你的这个精英脱组的气质呢 还是博取一下流量呢 有道理啊 我在新铁口鸡铁站 碰到几个来问我路的女孩 就一看就是那边的女孩 鞠躬 就很欠身 就很有礼貌 然后 从背后走过一个男性姑娘 电话拿着 喂 这老瓜 当时看到个死样子 我心里就喜欢 就喜欢男性女孩那种死样子 你跟女孩她接触 你感觉到舒适 是礼貌 你要是她天天结婚了一个人 天天跟你鞠躬 别得干不死 你是找老婆 还是找夫妇啊 你要知道你刚才跑进来的时候 那个镜头让我想到什么 自己身体发育的时候 放学回家饿的 吃上奔上饭桌 吃饭的那种感觉 我们今天人多 刚才吃了个110的 不够吃 再来个99的 一共200块钱 我们五个人啊 我们刚才110的 我们今天五个人 110的刚才吃得很过瘾 还没吃够 我们又点了个99的 还没上棋是吧 肉可以了 把肉堆上去 确实吃得过瘾 我上次跟她 到他们工地出来 旁边吃了一家烤肉 那个肉烤出来 吃到嘴里面一包水 今天这个感觉 明显比我们上次吃得好吃多了 来碰一下 不就是什么蟹腿包吗 辣饼了吗 好吃吧 嗯 就那个蟹肉棒那种材质 韩餐是真品 请姑娘吃韩餐 你把吃死的 人均也不知道 以后再有男孩请你吃韩餐 你就得滚 我自己不会去烧 要你请 那拉起我吃怎么行吗 每个时代套路不一样 我都会给人家吃 到我们家我少给你吃 今天我们吃得非常开心 我就一下子喜欢上这个店了 全场东西都好吃 再亲爱的 祝大家 都能找到自己亲爱的